冯田 你怎么回事 没事 话赶话姜在那儿了 糊涂 是 我说到冲动 但是我决定了 我不在这儿待着了 要不然我投把路去 不行 为什么 冯田 你这么冲动 只会让三连这个集体分裂 回去跟你搭个认错 我不去 是他让我走的 我分裂三连 就算我不分裂三连 这吴田也早晚把三连给分裂了 冯田 我还是认识 行了 我自己找八路去 吴田 我军的两个主力师团 已经在九台城一线集结完毕 准备队部署在九台城南一线的 直达部队发动攻击 诸位都已经非常清楚 此次战役的重要性 如果成功 敌人将无险可守 不但整个猛随地区的千里 卧夜将并入我帝国的势力范围 而且还会大大的影响 整个亚洲地区的战争格局 诸位 报效大日本天皇陛下的时候 到了 山田大宗姆村队长 要 你不 将和支那173团直接对峙 173团是敌人的防守重心 如果被我击破 敌人的防线就会全面地崩溃 军火库备战一事 司令官非常的恼火 所以 这次也是你们两个 代罪立功的机会 一旦发动攻击 必须将其全部歼灭 吃 开饭 各位爷 我只管送饭 别的一干不知 吃不吃有你们 这顿饭火饭 一定要吃 开饭 开饭 我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还是得喝 小哥 你我兄弟多年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这玩具我敬你 人各有志 兄弟 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了 喝 喝 我 可靠情报 日军的两个主力师团 已经在九台城 机械完毕 即将对我军的防守阵地 发起进攻 诸位 今天是民国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就在几天前 中苏美英等二十六个国家 在华盛顿发表共同宣言 决定对德一日周星国 共同宣战 国际形势一片光明 所以我们此仗必须打好 如果日军攻破九台防线 蒙随地区将完全落入日军手中 那我军也将无险可守 那样将会危及大后方的安全 对整个亚洲战局产生不利影响 相反 如果我们打赢这场战役 那将会极大的鼓舞 华北军民抗日的热情 对稳定猛随 稳定大后方的安全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以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打赢这一战役 司令 驻守的九台一线正北面的部队 是我军的173团 是日军的进攻重点 173团虽然说是我军的主力 但是我们面对的是日军的精锐部队 山田大队 我担心哪 你担心是对的 大敌当前 战前动员极其重要 必须派专员到173团 解约部队 鼓舞尸气 好 我立即给173团发电 团队 上空来的什么指令 日军在九台前线集结了大批的精锐部队 要对我军的前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果然不出所料 那倒没什么 大不了撤退吧 现在最麻烦的是 上面要派个专员下来解约部队 鼓舞尸气 派专员 团总 那件事情怎么办呀 万一上风要是查出来 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 怎么办呢 这样 你马上去通知所有知道内情的军官 让他们立刻来开会 好 一个个搭了个脑袋 怎么不说话了 平时你们的劲都到哪儿去了 吃军响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低着脑袋呀 你说 你有什么办法 我还有什么办法呀 日军把三连早就见面了 我不能给您变出个三连吧 你 我早就说过了 保持三连这个番号吃共享 就是有危险 混账 这是什么话 吃共享就是小吃了 都有个幻想 团总 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们不是有个现成的三连吗 你是说 吴森长曹森长到 团长 您怎么来了 江连长 弟兄们 我代表17三团的全体官兵 来慰问大家 这几天 让弟兄们受苦了 受委屈了 大家有什么要求 当面提出来 团部一定想办法解决 下面 请团座训话 今天我到这来 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这几天 你们这支连队 出色地通过了团部的考验 是一支 一支坚定的队伍 现在 我宣布 经过团部研究决定 将17三团 三营三连的方号 正式地授予你们 现在 我来宣布任命决定 任命 江崇义为三营副营长兼三连连长 林凤天为三连副连长 王直为连参谋 周兵剑为连部副官 其他军官 继继续留任 团长 兄弟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吴团长 那我们三连 不会被解散了吗 不会了吧 不会 不会 不会了 不会 心里 不 不 我 副营长 你 这是给我们的衣服吗 爹 弟兄们 快快 把狗皮脱了 换衣服 啊 结衣服 来来来来来来 全体都有 立正 报告长官 173团全体官兵集合完毕 请长官训话 是 上席 弟兄们 我看到173团的官兵 均荣均为甚好 我大为振奋 俗话说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在场的各位 都是我中华民族的热血男儿 保家卫国 赤城疆场 是我被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今 大敌当前 我被作为军人 更当全力以赴 效忠党国 效忠蒋委员长 效忠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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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忠不足 调控了 同志 你还想去 有了 这汉塞 咱们 这汉塞 还给你 校忠有了 就这一步 他要拿着 是 在这梁 报告长官 因节养不足 所以暂用缴获日军之战利品 是 我们对军西处的难处 也是能体谅的 岂有此理 我回去以后 一定要向军长反映此事 谢谢长官 你的心子我懂 等我们站满了脚跟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就相信我 咱们现在得提放点无天 我都知道 这样我先去那盘部 你到那边再看看 好 好啊 尤其三团 果然是我军的王牌 军容整齐 军纪严明 有此等队伍 此等将士 何愁 窝贼不除 江山不保 我代表军部 祝你们马到成功 再立新功 我等其为党国军人 理应为党国效忠 好 你们放心 尤其三团的军饷问题 我一定会敦促军需处 即日发放 我代表尤其三团 全体将士 感谢军部的关怀 敬诸位长官一杯 请 你注意到没有 明天那个长官检阅咱们的时候 一问到咱们武器为什么寸思不齐 吴天当时就慌了 曹阳呢 赶忙就把话题给插开了 这里边肯定有事 只有一种可 补缺 是空想 那这可不是小事 我得跟大哥说说去 大哥一门心思想图本国军 现在总算是约一上 你现在跟他说这事 信不信他的心 大人小鬼 你这漏小鬼 大哥 大哥 大哥来了 告诉大家一好消息啊 团部马上就给我们发军响了 好 好 你把枪支火清点一下 我倒是给团部送 行 谢谢 二哥 那顶机枪突围的时候 我被小匾子给炸了 娘子心疼散了 一会儿叛念礼一听 谢了 你得了吧 黑子 你那二黑兄弟被鬼子没收了 也没看你心疼过 废话 能是一回事吗 这二黑善兄弟 机枪善媳妇 我看你小子 就是什么做梦娶媳妇你 你还去林阳媳妇 我知道了 那媳妇竟在哪儿看书啊 二哥 我那天机枪 端枪被我给弄坏了 换你心了吧 就你那杀猪的臭本事啊 那再好的东西 跟你手里都不好使 娘子放屁 哎 学子 这大生有一样本事 你们还谁都比不了 什么样子啊 怎么是逗乐的呀 扔手榴弹 这个本事 他们谁能比得上你啊 扔手榴弹 扔手榴弹算什么本事 大生的手榴弹 扔得不仅远 而且准确度非常的高 能在鬼子的头顶上爆炸 这样一来呢 杀伤力提高了十倍 你们说这算不算本事啊 娘子 你还别说啊 还真这么回事啊 大生 一般一般一般啊 二哥 要是能多发俩水壶就好了啊 背着也 也微微吧 总算是要发响了 金总 别擦你条破枪了 回头让二十哥给领把新的 换新的 国军的木壳枪 未必能赶得上我这杰克造的 看下那枪身 再看下那瞄准镜 那叫一个绝配 对了万金总啊 我告诉你 你可还欠我一壶酒呢 发了几下你给我买去 还有俺 还有我 有你什么事 什么有我事啊 上一边去 谁不知道我最难喝 一二零 一二零 三雄三连 你是三连的 让伙伙三连长王子 一人块大友 签字 不对啊 别的脸两块 我们脸怎么一块啊 我怎么知道 下一个 下一个 你怎么不讲理啊你 你想干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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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事啊 他们哪儿做得了主啊 这不是明摆着 上面吃空想吗 骗得了别人 还能骗得了我 行了 走吧 三连三连 三连人呢 这边领大友 这儿呢 那对 拿走 那这个熊 你打发叫花子呢 你说什么 雷子 您还是有大的老大 这位老大 是 你 那你的老大 是 或者是 什么 这位老大 小泷 我就 你 我 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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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我 你 我想怎麼樣 別的連發多少 我們三連也一樣 至於空不空想呢 就當我不知道 好 這個事情 我解決 那就謝謝了 我走了 媽 跟我鬥 報告 先來 團長 參謀長 找我來有什麼任務嗎 丁教官 現在有一個艱巨的任務要交給你 希望你把它完成好 是 團長 是什麼任務啊 是這樣 江松毅的三連現在已經加入了我軍 他們這些人 雖然抗日熱情很高 可你知道 他們都是一群烏鶴之中 現在大帝當前 正是一種人之勢 所以 團部決定 派你到三連去擔任教官 你必須用最短的時間 最嚴酷的辦法 把他們給我訓練出來 團長 為什麼讓我去訓練三連 我不想去 理由呢 團長 就他們那幫漢田隊伍 你怎麼訓練 是白浪費時間呢 正因為這是一支特殊的部隊 所以 我才決定派你去 說實話 要是換了別人 我怕他們管不住這幫人 再說了 你丁教官 是我們一七三團 資格最老 經驗最豐富 帶兵最嚴格的教官 大帝當前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這是命令 這讓人怎麼吃 拿著吧 別的連呢 都發兩塊大羊 為什麼給我們連 只發一塊大羊啊 就一塊啊 可不是嗎 我是他祖宗 這還是人幹的事兒 娘子 喝醉酒都不夠 厚娘娘子唄 那怎麼辦 那個熊 這軍饗倒也棒 這連武器大藥都是最差的 讓老子拿什麼去抗試啊 大哥 這到底怎麼回事兒 一會兒好一會兒壞 一會兒天上一會兒低下 幫他搞糊塗了 兄弟們 依我看 這個就是個開頭 以後怎麼著還不知道呢 弟兄們 大敵當前 現在最重要的是 練好隊伍打鬼子 武器彈藥固然重要 但拿武器的人 才更重要 台哥 你回來了 大哥 軍想的事兒呢 是軍區處給鬧錯了 這不 這給補發下來了 所以大家伙鬧情緒 我也很理解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我們現在不是過去的保安大隊 更不是土匪 我們現在是正規軍 常言道 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我們現在只有多殺鬼子 多立功 別人才不會小瞧了我們 是 報告家隊長 團長有請 三聯的弟兄們 你們投奔國軍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我對你們的抗日熱情 是欽佩之至 不過 你們畢竟沒有接受過正規的 軍事訓練 大敵當前 為了提高大家的作戰能力 團部決定 給大家派一名教官 來訓練大家 這位 是丁俊毅丁教官 大家歡迎 丁教官經驗豐富 要求嚴格 我希望大家 能夠嚴格按照丁教官的要求 刻苦訓練 成為一支 軍事過硬的 真正的正規軍 大家有沒有信心 有 下面請丁教官講話 丁俊毅 我丁老人有個綽號 魔鬼教頭 不錯 我就是要用這種魔鬼式的訓練 培養弟兄們 吃苦耐勞 打成仗的品質 只有魔鬼式訓練出來的戰士 才能打敗我們的敵人 日本鬼子 所以 今天的訓練 會十分的艱苦 我對你們的要求 也極為的殘酷 只有這樣 你們這群烏合之眾 才能成為一支 真正的國民革命軍 奶奶個熊 這太瞧不起人了吧 娘的 輪坊裡邊看人 安靜 安靜 我知道 你們中有些人 對我剛才說的話不滿意 好啊 那就用你們的訓練成績 來向我證明 你們不是烏合之眾 全軍力量 二十公里越野 跑步 走 重速快一點 加油卡 走 快! 手 上去 腳中 上去 快點 上去 快點 上去 开饭了 开饭了 让饭 开饭了 小伙子们 快起来吃饭 男孩有力气吃饭了 不善了狗儿的 我就是小鬼子养的 这谁又惹着你了 就是那个姓丁的教官 要不是看他大哥的面子 当时冲上去把那小子偷拧向那灯叶湖湿 这要意见够大的 那当然了 那小子凭什么看不起咱三连 不就是因为咱们不是正规君出身吗 三哥 你说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把这小子抓起来 要不接着吃得揍太队 打架算什么本事啊 我倒觉得那个姓丁的教官说的没什么错 你说咱们三连 要是说打架单打独斗 那各顶各都是好样的 谁都不怂 上战场呢 谁也没经过正式的军事训练和战术训练 这到了战场上未必行 说明是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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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说得对 事关三连的名声 就是再苦再来都得给我顶着 大哥 你放心吧 我们就算是累死 也绝对不会叫你胜苦 对 对 是不是真男人 对 好 吃饭吧 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你叫什么 宋 宋子弹 混蛋 不是让我跟展国说 要报告吗 出列 跑去圈 是 帽子戴歪了 报上位 这样了 出列 是 跑去圈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小妹 报告长官 我叫马鸡宝 混蛋 徐宁里机智动博 出列 跑步实践 是 不许笑 不许笑 军容不整 出列 好 是 是 全体倒有 立正 一排二排三排 跑步 走 快点 后面跟着 那个熟子 训练还要搞体罚了 乱被点的 还让不让人活了 他娘子 咱们什么时候吃过这种苦啊 快点 快点 我们蹭蹭了 早上没吃饭吧 快点 后面跟着 真是魔鬼教官啊 再罚你们跑十圈 快点 一群笨蛋 快点 你们准备快点 快点 下劲儿 下劲儿 快点 接着来 后面 终于动作 目视前方 看着点 看着点 快低点 低点 快点 快点 快点快点 下劲儿来 劲儿来 跑 快点 马起码动作不规范 就这么高 还要高 谁来打呢 快 都不准停 都接着来 接着来 送了单 快 快快 注意动作 走 走开 朱大青 快 快 快 注意动作 注意动作 快 黑子 注意动作 注意动作 屁股低点 小心 快 快 快 怎么 上 行 快 上 快 上 上 走 走 走 不许停下 走 不许停下 接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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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坚持 走 走 走 停下 继续 不许停下 不许停下 停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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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停下 要是不想搭汉奸 先给我继续练 队众们 不想让人家骂你汉奸 只给老子剑个下去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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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歼灭 摇七三团 敌人的九台城防线 就会全面崩溃 我们的大部队就能全面出击 歼灭整个蒙随地区的支那部队 走 走 我军驻守九台以南一线的交通料道 这里 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征之地 我邀请三团 日军京尔山才纳队 还有 八路军的刘大炮独立团 三股势力在这犬牙相交 大战一触即发呀 上面命令我们 不惜一切代价 必须守住南京的地 情况就是这些了 下面各位说说你们的意见 关键是 如何能够拖住日军 不让他们突破我们的防线 参谋长您有什么建议啊 从地图上看 日军一定会选择这里 作为突破后 冯村 对 冯村 日军一旦突破这里 我军的防线 就会被撕开一个大口子 日军就可以长驱直入 直接威胁到小盘山 和整个蒙随地区 所以 我军必须立即派一支部队 驻守这里 不惜一切代价 守住冯村阵地 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啊 冯村 确实是我军 最后防守的屏障 你们哪一位 愿意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啊 团总 我有些意见 什么意见 冯村虽然地处紧要 其地形开阔 义工难守 而且我们的阵地 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 一旦日军炮火猛烈 我守军很难守得住 并且有全军覆没之险 所以我认为 盲目的死守防村是下策 那你有什么 胜敌的高招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 拖住日军 保存实力 侧击对手 官院长 你的说辞 和军部的命令不符啊 抗拒军令 弃守防线 是会受到军阀惩治的 可是你知道 行了行了行了 军令如山 我要弃三团 也没有抗令之理由 诸位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在这危难的时刻 你们 就没有一个能替我分忧的吗 遇到危险 都往后面推 那江国院长的指示 都放到脑袋后头去了 大哥 要不叫我去吧 你 是 团主 一赢就算了吧 毕竟 团主 我们团 有一支部队 是最合适不过 你说的是 三营的三连 团主 我赢三连还在整肃之中 不宜担任守备任务 还是我亲自带部队 坚守冯村吧 管院长 我命令你赢三连 立刻提前结束整肃 调防冯村 是 一 二 三 三 上 参门长 丁建官 训练得怎么样 报告参门长 三连战士客户努力 是我训练过的 进步最快的部队 江连长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团部的蔡夫官 我这次来 是给大家宣布一个重要的命令 弟兄们 日本鬼子 马上要上我军 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现在 有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要交给大家 这次任务 只许胜 不许败 官议长 命令 三连全体 今夜赶赴冯村 担任监守任务 冯村 丁教官 你有什么疑问吗 没 没有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 它关系到 我军整条防线的安危 因此 团部特别任命 蔡夫官 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弟兄们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我跟团座 等待着大家胜利的好消息 蔡夫官 三连就交给你了 是 我还有事情 我先回去了 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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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村地处要害 是托发南线的咽喉药药当 据我了解 那里的地形对我们非常无利 要想守住一个连接兵力是绝对不够的 你这是让他们去送死啊 参谋长 话不能这么说 打仗哪有不死人呢 团里边自有安排 你就不用操心了 参谋长 我现在还是三连的教官 我要替三连的战士们说句公道话 团里这是让三连去当炮灰 丁教官 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团里自有团里的安排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 你在三连训练辛苦了 团里决定给你放假 你今天就可以回团部报到了 这儿就是冯村 团部命令我们 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 下主官 我想问 这个冯村所出的地带 是属于丘陵山地还是平原呢 好像是平原 那这个平原上 有没有一个相对的高地啊 可能没有 那要这么说的话 我们在东西南三个方向 都有可能受到日军的控制 有可能啊 这个情况现在还不清楚 我们随机应变吧 那你看 如果我们被日军包围的话 我们连一个可以聚守的高地都没有 比如说是一个连 就是一个营的兵力也守不住啊 况且我们面对的是山田大队 这个账我们会赐很多人的 行了 这是团部的命令 难道团部会让你们拜拜送死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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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